关于这次的活动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狗狗或者是小猫咪们去做结诈的动作 以结语的方式代替补杀 甚至我们也有问过老师 而我们发现可以以宣导的方式来告诉人们 其实在生活周遭有许多的小动物都是需要被关怀并且帮助的 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被人们所关爱甚至是尊重 这是我们的想法 想要保护小伙伴好吗 要 真的吗 好 说大声一点 要 这个小弟弟很有活力 有更多人类能去不关怀并且帮助那些人放火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做 我们现在才会来这里做一个宝贵并且帮助那些东西 那我们待会希望如果你们要养狗狗 尽量是一样的方式来吃购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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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 如果是你们会有领养的一些狗狗的话 請問你們會不會幫牠們支援經驗嗎? 我來越多長羊羊羊羊羊羊 那麼在指導今年我們文山國中的學生參加狗狗的夢想 學生們非常的主動 牠們呢很早就來找我討論該如何來進行行動 跟大家宣傳說為什麼要保護流浪狗 那在這個當中呢 我也看到牠們經歷到很多的困難 然後呢牠們很積極的要採取解決困難的方法 於是呢最後終於達成了共識 要去宣導這個保育流浪狗的方案 然後呢我也知道牠們怎麼樣的方式呢 可以讓牠們在又安全又可以完成的這個範圍內 來達成這個主題 這次的活動讓我們開始爭取這個問題 那些流浪狗不都是被人們所遺棄的嗎? 而我們也是身分理解大運 那這些問題都是重點在一起的 所以只要問題一出現其他問題 也會接二連三的跑出來 所以不管你是誰都應該是 實在在理解別問題的主意才能 避免後面更多問題的發生 而我們也了解到要完成我們的計畫 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在過程當中我們被民眾拒絕 遇到的這些艱辛和困難 卻能讓我們更加的成長 了解更多的事情 經過這次的挑戰 我相信可能會變得更加輕微輕微的經驗 而這次的挑戰也讓我們學習到了很多的事情 這次的挑戰令我們覺得過癮 我們會不會再次的挑戰 我們會不會再次的挑戰 我們會不會再次的挑戰